郭敏慧 好哦 喂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有兩個專案 一個是Coffee真的假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數位中介服務法的工幣 對 然後這邊的話今天其實 就是先講Coffee真的假的好了 對 那這邊的話就是我們在 呃 可能從九點開始算吧 到現在的話我們已經在 已經有了二十三則新的訊息有被回覆 然後呢 也新增了八十三則的評價這樣子 對 對 然後所以其實在這段期間 非常感謝這個WebberT ASDFGH Link 跟PC 對 然後他們在Coffee真的假的上面 有進行一些這樣子的回覆 然後以及幫一些現有的回應 做評價這樣子 對 然後這邊的話有一個小小的那個 想要跟大家一起看的東西是這樣的 就是其實Coffee真的假的 最近也是有一些二次詐騙的案例 會在這個地方 either是在上面的補充資料 或者是在這個地方進行一些 回應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 它是這樣子的就是 就是如果你真的有辦法可以拿回錢的話 基本上你不需要叫人家加LINE 就直接公佈出來就好了 所以這種東西根本就是二次詐騙 就是如果去搜尋二次詐騙 然後看到去世事科技方法達人 或者其他地方有介紹這種詐騙方法 基本上就是再騙受騙者一次的一個東西 那這種時候你可以按右上角這個點 如果你有登入的話 這邊會多一個點點點 然後會有一個檢舉內容 然後你就可以去進行檢舉 然後檢舉完之後 我們這邊會收到一個notification 然後我們就會想辦法把它給拿下來 然後拿下來的公告也會呈現在這個地方 對 那這是我們的一些機制這樣子 對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 這個數位中介服務法的部分 對 那這今天 參與者就是默默的戴著耳機 然後在一個早上的時間一直去打 所以其實例如說8月18號的這個說明會 它的長度非常的長有兩個小時 然後也在接下來 在過去的這幾個小時 我們一起完成了三萬四千字的這個 這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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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非常長的這份 這份 對對對 這份主字稿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在上面可以看到說 例如說最近新聞很常講的 例如說PTT 或者是LINE上面這邊的發言 然後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OK好主管機關確實是有在裡面做一些回覆 不過老實講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們的回覆 然後自己有一些想法 對 那這邊的話就是最完整 就是可以看一下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就非常感謝說 在今天有幫忙的 我就看著這個HackMD 左邊的這一些 這個使用者是誰 然後就是感謝就是葉玉成 ZoeZoe 這個是昨天應該是Reader的記者 然後玉凱跟這個 之浩 然後Patrick Kai跟Evelyn 對 那這份的話其實大家其實都可以去 分享 那不只是這一份 因為這一份共筆其實是包含了這三份 說明會 那其他兩份的說明會 目前也都還有一些 蠻多還沒有打的部分 那主要是8月18號這個 因為它出席的都是真正會被規管 然後使用者也眾多的平台服務業者 所以它這邊的發言也會比較從食物導向 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為出發點 那我覺得也是認識這個議題的一個蠻好的東西 因為其實就是真正被規管的人 在上面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會在這樣子的說明會的場合 直接跟主管機關有一個 就是面對面的confrontation這樣子 對 然後再來就是 這邊的話最後就是 欸 這邊怎麼會有一張圖啊 喔 好喔 很酷 好 可能有人 不小心貼到有趣的地方 對 那總之 這份共筆其實也蠻歡迎大家去 把一些民間對法條延期的東西貼上去 然後 對 好 我要講的其實是最下面 這張奇怪的圖的下面 這邊最下面有一個就是 摩子公寮跟 開放文化基金會跟台全會 其實是在8月27號的時候 會在台北這個地方有一個 對 有一個討論會啦 就是有點像讀書會的感覺 那可能就是大家 對這個議題還更有一些想法 想要繼續的話 那可以到這個地方 藉由這個機會可以跟大家繼續討論 大概是這個樣子 對 然後接下來一樣就是讓那個 把他的 好